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第一章 甜言蜜语 心灵按摩 第一章 甜言蜜语 心灵按摩 各位同学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甜言蜜语 你们可能会问 甜言蜜语和心灵按摩有什么关系 别急 听我慢慢道来 首先 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甜言蜜语 简单来说 甜言蜜语就是那些让人听了心灵暖洋洋的话 它们可能是赞美 鼓励 或者是一些温柔的关怀 你们知道吗 在古代 甜言蜜语可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交功能的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古代中国 你们知道 古代的文人默克可是非常擅长用甜言蜜语来表达情感的 比如 唐代的李白 她的诗句云响一长花响容 春风福建路花浓 这可是对杨贵妃的极高赞美啊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杨贵妃 听到这样的诗句 心里会不会像吃了蜜一样甜 再说说西方的例子 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里 罗密欧对朱丽叶说 but soft what like through yonder window breaks it is the east and Juliet is the sun 这句话的意思是 轻轻的 那窗户透出的光是什么 那是东方 而朱丽叶就是太阳 听到这样的甜言蜜语 朱丽叶的心里肯定也是暖暖的 那么 甜言蜜语为什么能起到心里按摩的作用呢 科学研究表明 当我们听到赞美和鼓励的话语时 大脑会释放一种叫做多巴胺的化学物质 这种物质会让我们感到愉悦和满足 所以 甜言蜜语不仅仅是让人心情好 它还有实际的生理效果 不过 甜言蜜语也有它的副作用 如果使用不当 可能会让人觉得虚伪或者不真实 比如 有些人会在商业场合过度使用甜言蜜语 结果反而让人觉得不可信 所以 甜言蜜语就像是一种调料 用得好可以锦上添花 用得不好就会弄巧成桌 最后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有一次 我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 听到新郎对新娘说 亲爱的 你是我生命中的阳光 没有你 我的世界将一片黑暗 结果 新娘笑着回答 那你得小心了 阳光太多会晒伤的 大家都笑了起来 但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 甜言蜜语要适度 幽默感也是一种甜言蜜语的高级形式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多多使用甜言蜜语 为自己和他人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温暖 记住 甜言蜜语不仅是心灵的按摩 更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知道吗 你的笑容像阳光 温暖又明亮 哈哈 这句话真是让人心头一暖啊 你的笑容像阳光 温暖又明亮 这不仅是一种美好的赞美 更是一种心理学上的妙招呢 首先 我们来拆解一下这句话的魔力 阳光象征着温暖 希望和生命力 而笑容则是人类最自然 最具感染力的表情之一 当我们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就形成了一种极具正能量的形象 试想一下 当你听到有人这样夸你 是不是瞬间觉得自己像个小太阳 充满了能量和自信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笑容确实有着神奇的力量 研究表明 微笑不仅能提升自己的情绪 还能影响周围人的情绪 微笑会释放一种叫做内非态的化学物质 这种物质能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放松 所以 当你对别人微笑时 不仅自己会感到愉悦 对方也会受到感染 心情变好 再来讲个有趣的故事吧 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德摩克利特 他被称为笑哲学家 因为他总是面带微笑 据说有一次 他的学生问他 老师 为什么你总是笑 德摩克利特回答道 因为我看透了人生的本质 笑是对抗痛苦和无常的最好武器 这句话虽然有点哲学味道 但也道出了笑容的深层意义 还有一个现代的例子 美国前总统林肯曾经说过 我不喜欢那个人 我必须更好地了解他 这句话背后的故事是 林肯相信 每个人都有值得喜欢的地方 只是我们需要用心去发现 而微笑 正是打开人心的一把钥匙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你的笑容像阳光 温暖又明亮时 不妨会以一个更灿烂的笑容 毕竟 笑容是免费的 但它的价值却是无价的 让我们都做个小太阳 用笑容照亮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B 那我以后天天笑给你看 让你天天阳光灿烂 哈哈 这句话真是充满了甜蜜和幽默感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这句话的背后意涵 并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 这句话的结构非常简单 但却充满了情感 它表达了一种 愿意为对方付出的心情 并且用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来表达 这种表达方式 在现代社交中非常受欢迎 因为它既不显得过于严肃 又能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诚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笑容确实有助于提升情绪和减少压力 当我们看到别人笑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会释放多巴胺 这是一种让我们感到快乐的化学物质 所以 这句话其实也有科学依据 笑容真的可以让人感到阳光灿烂 现在 让我来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古代中国 有一位名叫张三的书生 他爱上了一位名叫李四的姑娘 李四总是愁眉苦脸 因为他的家境贫困 生活压力很大 张三决定每天都去逗李四笑 让他忘记烦恼 张三每天都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笑话和小把戏 有时候甚至会扮成小丑 只为不得李四一笑 渐渐的 李四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好 他开始期待每天见到张三 最终 李四的笑容不仅让他自己感到快乐 也让张三感到无比幸福 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笑容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情 还可以改变两个人的命运 所以 当你听到那我以后天天笑给你看 让你天天阳光灿烂这句话时 不妨想想 这背后的深意 和可能带来的美好改变 总之 这句话不仅仅是一句甜言蜜语 它还蕴含了深刻的心理学原理 和人际关系的智慧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那个 愿意每天为你笑的人 让生活充满阳光和快乐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就是我的小太阳 照亮我的世界 当然 这句话你就是我的小太阳 照亮我的世界 挺起来既浪满又温馨 让人不禁心头一暖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这句话的背后意涵 和可能的有趣故事 首先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太阳是我们太阳系的中心 提供了地球上 所有生命所需的光和热 没有太阳 我们的星球将会是一片冰冷的荒漠 所以 当有人说你就是我的小太阳 这其实是在说 对方在他们的生活中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带来了温暖和光明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看 这句话在不同文化中的意涵 在中国文化中 太阳常常象征着希望和活力 例如 古时中有日出江花红顺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样的描写 太阳的出现 总是伴随着美好的景象 和希望的开始 而在西方文化中 太阳同样被示威生命和能量的象征 甚至有太阳神这样的神话角色 现在 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话说在某个小镇上 有一位名叫小明的年轻人 他每天都过着平凡无奇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他遇见了小红 小红的出现 就像一束阳光 照亮了小明的世界 小明开始变得积极向上 甚至连邻居家的狗都发现 他变得更有活力了 有一天 小明鼓起勇气对小红说 你就是我的小太阳 照亮我的世界 小红听了笑着回答 那你就是我的小月亮 让我的夜晚不再黑暗 从此 他们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爱情和友情 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 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 带来光明和温暖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有了这些重要的人 我们的生活 都会变得更加美好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或说出 你就是我的小太阳 照亮我的世界 这句话是 不妨想想它背后的深意 和那些美好的故事 毕竟 生活中有了这样的小太阳 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 幸福和温暖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B 那你就是我的小星星 夜晚也能闪耀 哈哈 这句话 那你就是我的小星星 夜晚也能闪耀 真是充满了浪漫的情怀 让人不禁想起那些 在夜空下闪烁的星星 这句话的背后 其实蕴含了许多有趣的文化 和历史背景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首先 星星在不同文化中 都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 在古希腊神话中 星星常常被视为神灵的化身 代表着神圣和永恒 而在中国古代 星星则被认为是天上的神灵 能够指引人们的方向 这句话中的小星星 不仅仅是一个可爱的称呼 更是一种对对方的赞美 表示对方在自己心中 如同星星般重要和珍贵 再来 这句话还有一层更深的含义 那就是夜晚也能闪耀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古代 有一位天文学家 名叫伽利略 他发现了许多肉眼看不到的星星 并且证明了 这些星星在夜晚也能闪耀 这句话 其实也在告诉我们 即使在黑暗中 我们也能找到光明和希望 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让人感到温暖和鼓舞 最后 这句话还有一个幽默的角度 想象一下 如果你对你的朋友或爱人说 你就是我的小星星 夜晚也能闪耀 他们可能会笑着回应 那白天呢 白天我就不闪耀了吗 这种幽默的互动 不仅能增进彼此的感情 还能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 总的来说 这句话不仅充满了浪漫和诗意 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 星星都是人们心中美好的象征 希望大家在生活中 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星星 在黑暗中闪耀光芒 带来希望和快乐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二章 小动作 大情谊 第二章 小动作 大情谊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小动作 大情谊 别看这张标题 听起来像是某种恋爱指南 其实它蕴含了深刻的人际交往智慧 我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 在人与人的互动中 小动作往往能传递出大情谊 首先 让我们从历史上 一个有趣的故事说起 话说在三国时期 蜀汉的丞相诸葛亮 不仅是个军事天才 还是个懂得人性的高手 有一次 他派遣使者去东吴谈判 临行前 诸葛亮特意叮嘱使者 见到孙权时 记得微笑 稍微低头 表示尊重 结果 这个小小的动作 让孙权对使者的态度大为改观 谈判也因此设立进行 这就是小动作的大情谊 一个微笑 一个点头 甚至一个眼神 都能传递出 我们内心的真实情感 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类的非语言交流 占到了沟通的70%以上 也就是说 我们的肢体语言 面目表情 语调等 往往比我们说出的文字 更能打动人心 再举个现代的例子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在职场中 那些受欢迎的同事 往往都是那些 懂得微笑打招呼的人 他们每天早上进办公室时 都会对每个人微笑点头 甚至简单地说一句 早上好 这个小小的动作 不仅让人感到温暖 还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建立起良好的工作氛围 当然 小动作也有可能 带来负面效果 比如说 有些人习惯性地翻白眼 或者在别人说话时 不停地看手机 这些小动作 会让人觉得 你不尊重他们 甚至会引发矛盾 所以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要特别注意 自己的肢体语言 尽量避免那些 可能引起误解的小动作 最后 我要强调的是 小动作的大情意 不仅仅适用于人际交往 还可以应用在自我管理上 比如说 每天早上起床后 花几分钟时间 做个简单的伸展运动 这个小动作 可以让你一整天 都充满活力 再比如说 每天睡前 花几分钟时间 写下当天的感恩日记 这个小动作 可以让你保持积极的心态 总之 小动作 大情意 这不仅是一种 人际交往的智慧 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多多注意这些小细节 用心去感受和传递情意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知道吗 你帮我倒水的样子 特别温柔 哈哈 这句话真是充满了温情 和幽默感 让我来为你们解读一下 这句话背后的深意 和可能的故事 首先 这句话表面上看似简单 但其实蕴含了 很多层次的情感 有人说 细节决定成败 而在关系中 细节更是决定了 情感的深度 一个人帮你倒水的动作 可能看似微不足道 但却能透露出很多信息 一 温柔的力量 温柔是一种力量 它能让人感到 被关心和被重视 帮人倒水的动作 如果做得温柔 说明这个人心思细腻 愿意花时间和精力 去照顾他人 这种温柔的力量 往往能在不经意间 打动人心 二 细节中的关怀 在古代 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中 很多细节 都被赋予了深刻的意义 比如 古代的文人雅士 在品查时 倒茶的动作和姿态 都非常讲究 甚至有专门的礼仪 一个人如果能在 倒水这种小事上 表现出温柔 说明他对生活的态度 是认真的 对待他人 也是用心的 三 幽默中的真情 这句话也带有一丝幽默感 可能是两个人 在日常生活中的调侃 幽默是人际关系中的润滑剂 它能让人们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增进感情 通过这种幽默的方式 表达温柔 既不显的矫情 又能让对方感受到 你的真情实义 让我给你们讲一个 有趣的故事吧 在古代 有一位名叫张三的书生 他非常喜欢 隔壁村的李四姑娘 李四姑娘 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心地善良 张三一直苦于找不到机会 向李四表达心意 有一天 村里举办了一场茶会 张三和李四都受邀参加 茶会上 大家都在品茶聊天 气氛非常融洽 张三看到李四的茶杯快空了 便主动走过去 帮他倒了一杯茶 倒茶时 他特别小心 动作温柔 生怕溅出一滴水 李四看到张三如此细心 心里也有些感动 他笑着对张三说 你知道吗 你帮我倒茶的样子 特别温柔 张三听了 心里一阵激动 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 便鼓起勇气说 李姑娘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你 今天能为你倒茶 是我的荣幸 李四听了 脸上泛起了红韵 但他也没有拒绝 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 两人因为一次温柔的倒茶 开始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 所以啊 别小看那些 看似平凡的小动作 他们往往能传递出 最真挚的情感 下次你帮别人倒水时 不妨也温柔一点 说不定会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B 那我以后天天帮你倒水 让你天天感受温柔 这句话B 那我以后天天帮你倒水 让你天天感受温柔 看似简单 却蕴含了深厚的人情味 和生活智慧 让我们从几个角度 来探讨这句话的深意 首先 这句话中的倒水 是一个非常日常的行为 但正是这些日常的小事 往往最能体现 一个人的关心和爱意 古人云 细微之处献真情 这句话 正是这个道理的最佳诠释 想象一下 每天早晨醒来 有人为你准备好一杯温水 这种温暖的感觉 不仅仅来自于水的温度 更来自于那份心意 其次 这句话中的天天 强调了持之以恒的重要性 爱情和友情都需要经营 而这种经营 并不是靠一时的激情 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关心和付出 正如古代诗人陶渊明所说 节路在人静 而无车马轩 这种平凡中的美好 正是生活的真谛 再者 这句话中的感受温柔 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 现代社会节奏快 压力大 很多人都忽略了生活中的小确幸 而这句话提醒我们 要学会在平凡的日子里 感受那份温柔和美好 这让我想起了 《红楼梦》中的古宝玉 它虽然身处繁华富贵之家 但它最真实的 却是那些雨林黛玉 薛宝钗等人之间的真情实感 最后 这句话也带有一丝幽默感 说者可能是想表达一种 轻松愉快的心情 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关心和爱意 而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这种幽默感让人感到轻松愉快 正如古代文人雅士 在诗词歌赋中 常常以幽默的方式表达情感 让人会心一笑 总之 这句话看似简单 却蕴含了深厚的生活智慧和人情味 它提醒我们 要在日常生活中 学会感受和珍惜那些细微的温柔 这正是生活的美好所在 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 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柔和幸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就是我的小温泉 温暖又舒适 哈哈 这句话你就是我的小温泉 温暖又舒适 真是既温馨又有趣 让人不禁想起 那些在寒冷冬日里 泡在温泉中的美好时光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这句话的意涵和背后的故事吧 首先 温泉在许多文化中 都有着特殊的地位 日本的温泉文化尤其著名 成为温泉疗法 Oncent Therapy 被认为有助于放松身心 治疗疾病和增进健康 当一个人说你就是我的小温泉 这意味着 对方在他心中 有着同样的疗愈和舒适效果 这是一种非常高的赞美 表示对方能够带来 极大的安慰和幸福感 再来 温泉的温暖和舒适感 也象征着一种 无条件的爱与支持 就像温泉水 包裹着我们的身体 让我们感到被呵护和保护 这句话 也许是在表达一种深厚的情感 让人感到被爱和被珍惜 有趣的是 温泉不仅仅是温暖和舒适的象征 还有一点点的幽默感 想象一下 如果你真的把一个人比作温泉 那么这个人可能会笑着说 那我是不是也需要定期清洁和维护呢 这样的幽默互动 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亲密感 最后 让我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有一次 我的一位朋友在日本旅行时 遇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温泉 这个温泉位于一个小山村 水质特别好 据说有神奇的疗效 当地人告诉他 这个温泉的水源来自一个古老的传说 说是由一位善良的山神所赐予 朋友泡在温泉中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愉悦 回来后他对他的伴侣说 你就是我的小温泉 温暖又舒适 从此 他们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 因为这句话 成为了他们之间的一个甜蜜的秘密 所以 下次当你想要表达对某人的感激和爱意识 不妨试试这句话 你就是我的小温泉 温暖又舒适 相信我 这会让对方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B 那你就是我的小全眼 清澈又纯净 哈哈 这句话真是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啊 那你就是我的小全眼 清澈又纯净 这句话听起来既浪漫又有点俏皮 让人不禁想起古代诗词中的美好意境 首先 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句话的遗憾 小全眼这个词汇 本身就充满了诗意 全眼 顾名思义 就是泉水的源头 古人常用泉水来比喻纯净 清澈的事物 因为泉水从地下涌出 未经污染 象征着纯洁和自然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 泉水常常被用来描写美好的事物 例如 唐代诗人王为在《山居秋明》中写道 明月松奸照 清泉诗上流 这句诗描绘了一幅清幽的山间景象 让人感受到自然的纯净和宁静 而清澈又纯净这个形容词 更是强调了泉水的特质 这里的清澈 不仅仅是指水质的透明 还有心灵的纯洁之意 纯净则进一步强调了这种纯洁无瑕的状态 所以 当有人说那你就是我的小全眼 清澈又纯净时 其实是在用一种非常诗意的方式 来赞美对方的纯真和美好 这句话不仅仅是在说 对方像泉水一样清澈 还是在表达一种深深的欣赏和爱意 有趣的是 这句话也让我想起了一个古代的故事 相传在唐代 有一位名叫李白的诗人 他非常喜爱自然景色 尤其是清澈的泉水 有一次 他在山中游览 看到一处泉水从诗风中涌出 清澈见底 便情不自禁地迎视到 天上白玉京 十二楼五成 仙人俯卧顶 结发受长生 这首诗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泉水 但那种对自然美景的赞美之情 却是异于言表 所以 当你听到那你就是我的小泉眼 清澈又纯净 这句话时 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就是那清澈的泉水 带给对方无限的美好和纯真 这样的赞美 既浪漫又充满诗意 真是让人心花怒放啊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三章 床头细语 心灵共振 第三章 床头细语 心灵共振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第三章 床头细语 心灵共振 这个章节的标题 听起来就像是一部浪漫电影的名字 对吧 但实际上 它蕴含了深刻的人际关系 和心理学原理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 这层神秘的面纱 首先 什么是床头细语 这不仅仅仅是情侣之间的甜言蜜语 更是指在亲密关系中 双方在最放松 最真实的状态下进行的深度交流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时候 我们在床头的谈话 比在餐桌上的对话 更为真诚和深入 这是因为在床头 我们卸下了白天的伪装 心灵更容易敞开 在心理学上 这种现象被称为心灵共振 当两个人在一个安全 舒适的环境中进行交流时 他们的情感和思想会产生共鸣 这种共鸣 不仅能增进彼此的理解 还能增强关系的稳定性 就像两把条音良好的吉他 当其中一把的弦被拨动时 另一把也会产生共振 让我给你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对老夫妇 他们结婚已经50年了 有人问他们 婚姻长久的秘诀是什么 老先生笑着说 每晚睡前 我们都会聊上几句 不管多忙多累 这就是床头细语的力量 通过每天的交流 他们不仅分享了生活中的点滴 还在心灵深处建立了牢固的连接 当然 床头细语不仅仅适用于情侣或夫妻之间 朋友之间 亲子之间 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增进感情 记得有一次 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 他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后来 他尝试在睡前和父亲聊聊当天的事情 结果发现他们的关系逐渐改善了 原来 心灵共振的魔力 不仅限于爱情 还能修复和增强各种人际关系 所以 同学们 别小看那些看似平凡的床头细语 他们不仅是一天的结束 更是心灵的开始 下次 当你和亲近的人在床头聊几天来 不妨多花点时间 享受这份心灵共振的美好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能在生活中 多多实践床头细语 体验心灵共振的奇妙 记住 真正的交流不在于说了多少 而在于心灵的共鸣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知道吗 你的拥抱 是我最好的避风港 哈哈 这句话真是甜到酷人了 你的拥抱 是我最好的避风港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让我们从几个角度来 深入探讨一下 这句话的妙处 首先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拥抱确实有着神奇的力量 研究表明 拥抱可以释放一种 叫做催产素的激素 这种激素能够降低压力 提升幸福感 换句话说 当你被拥抱时 你的大脑会自动进入放松模式 就像是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港湾 所以说 这句话在科学上是有依据的 再从文学的角度来看 这句话充满了诗意 避风港这个比喻非常形象 海上的船只在风暴中寻找避风港 就像人在生活的风暴中寻找安慰和支持 这个比喻不仅生动 还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深深的依赖和信任 古代诗人李白 也曾写过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虽然不是直接说拥抱 但那种孤独中的陪伴和慰藉 和这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到有趣的故事 我想起了一个关于拥抱的真实事件 二战期间 有一位名叫弗兰克的士兵 他在战场上受了重伤 被送回了后方医院 他的未婚妻玛利亚 每天都会来探望他 并给他一个长时间的拥抱 医生们发现 弗兰克的恢复速度 比其他伤员快得多 后来 医生们才意识到 玛利亚的拥抱 不仅给了弗兰克心理上的支持 还通过身体接触 促进了她的康复 这就是你的拥抱 是我最好的避风港的真实写照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这句话时 不妨想想她背后的科学一句 文学美感 和那些温暖人心的故事 毕竟 一个拥抱 不仅仅是一个动作 它还承载了无数的情感和力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B 那我每天都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 当然 这句话 那我每天都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 听起来既温心又充满人情味 让人不禁想起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和深刻的见解 首先 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拥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 非语言交流方式 研究表明 拥抱可以释放催产素 这种被称为爱的荷尔蒙的化学物质 能够减少压力 增强幸福感 换句话说 这句话的承诺 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支持 还有实实在在的生理效益 想象一下 每天早上醒来 迎接你的是一个温暖的拥抱 这不仅能让你感到被爱和被关心 还能让你的一天 从一个积极的情绪开始 再来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拥抱在不同文化中 有着不同的意义 在古罗马时代 拥抱是一种友谊和忠诚的象征 罗马士兵在战场上相遇时 会给予彼此一个拥抱 以示信任和支持 而在现代社会 拥抱更多的是 表达亲密和爱意 这句话中的每天和温暖两个词 无疑强化了这种亲密感和持久性 让人感受到一种稳定的情感支持 说到有趣的故事 我不禁想起了一个 关于拥抱的经典笑话 有一对老夫老妻 结婚已经五十多年了 一天 妻子对丈夫说 亲爱的 你知道吗 我们已经五十年没有拥抱过了 丈夫听了 惊讶地说 真的吗 那我们赶快补上吧 于是 他们给了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 这个笑话虽然简单 但却道出了拥抱的重要性和他在日常生活中的缺失 最后 让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这句话 拥抱是一种无声的承诺 一种无需言语的理解 它代表了一种无条件的爱和支持 哲学家马丁 布伯 Martin Buber 曾经说过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可以分为我 你和我 他两种 我 你的关系 是平等和互相尊重的 而我 他的关系 则是工具性的 拥抱 无疑是我 你关系的最佳体现 因为他是双向的 平等的 充满爱意的 总结来说 这句话 那我每天都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承诺 它背后蕴含了丰富的心理学 历史 和哲学意义 无论是从生理效益 文化背景 还是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 这个拥抱 都能带来无限的温暖和支持 所以 下一次当你听到这句话时 不妨给予一个真诚的微笑 因为你知道 这不仅仅是一个拥抱 而是一种深深的爱与关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拥抱 让我觉得特别安心 哈哈 这句话你的拥抱 让我觉得特别安心 真是充满温暖和情感的表达呀 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这句话背后的意义 和可能的故事 首先 拥抱这个动作 在人类历史上 可是有着深远的意义 从古至今 拥抱都是一种表达爱意 支持和安慰的方式 你知道吗 在古罗马时期 拥抱甚至被视为 一种正式的问候方式 特别是在朋友和家人之间 这种肢体接触 能够释放一种 叫做催产素的荷尔蒙 这种荷尔蒙 被称为爱的荷尔蒙 能够让人感到放松和幸福 现在 让我们来讲一个 有趣的小故事吧 话说在古代中国 有一位名叫张三的书生 他每天都在书房里 埋头苦读 准备科举考试 张三的妻子李斯 是一位非常体贴的女子 她知道丈夫压力很大 于是每天晚上 都会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 张三每次被妻子拥抱后 都感觉到一股暖流流变全身 压力也随之消散 结果 张三在科举考试中 一举成名 成为了状元 他常常对人说 我的成功 离不开妻子的拥抱 因为他的拥抱 让我觉得特别安心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拥抱不仅仅是一种 简单的肢体接触 它还能够传递情感 给予人力量和安慰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 拥抱都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能够让人感受到爱和支持 所以 下次当你感到压力或不安时 不妨给你身边的人一个拥抱 或是接受他们的拥抱 这可能会让你感到特别安心哦 总之 拥抱是一种神奇的力量 它能够跨越时空 让人感受到最真挚的情感 希望大家都能多多拥抱身边的人 让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B 那我就是你的B风港 永远保护你 当我们听到B 那我就是你的B风港 永远保护你 这句话时 脑海中可能会浮现出一幅温馨的画面 一个人站在风雨中 另一个人张开双臂 像一座坚固的港口 为它遮风挡雨 这句话充满了爱与承诺 让人感到温暖和安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B风港这个概念并不新鲜 古代的港口城市如雅典 罗马和威尼斯 都是因为其天然的B风港 而繁荣起来的 这些港口 不仅是商业和贸易的中心 也是文化和知识的交汇点 可以说 B风港在历史上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保护了无数的船只 和人们的生活 然而 B风港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庇护所 它还可以是情感上的支持 想象一下 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利叶中 如果罗米欧对朱利叶说 那我就是你的B风港 永远保护你 这句话 会不会让他们的悲剧结局 变得稍微不那么悲伤呢 或许罗米欧会在 朱利叶的家族争斗中 成为他的坚强后盾 让他们的爱情故事 有一个更美好的结局 再来看看现代社会 这句话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无论是夫妻之间 朋友之间 还是父母与子女之间 这种承诺 都能带来无限的安慰和力量 想象一下 一位忙碌的上班族 在经历了一天的压力后 回到家中 听到伴侣说 那我就是你的B风港 永远保护你 这句话 无疑会让他感到 无比的幸福和放松 当然 这句话也有其幽默的一面 试想一下 如果一位朋友 在你面前大言不惭地说 那我就是你的B风港 永远保护你 而你知道他 连自己的生活都一团糟 这时候你 可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心想 你还是先保护好你自己吧 总的来说 那我就是你的B风港 永远保护你 这句话 无论是在历史上 还是现代社会 都有着深刻的意义 和丰富的内涵 它不仅代表了爱与承诺 还能带来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B风港 无论是在风雨中 还是在阳光下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甜言蜜语 心灵按摩 小动作 大情意 和床头细语 心灵共振 这三个充满温情 和智慧的章节 通过这些章节 我们了解到了 甜言蜜语 不仅能让人感到愉悦 还能在科学上 释放多巴案 带来真实的心理 和生理效果 小动作虽然看似微不足道 却能传递出深厚的情感 细节之处见真情 而床头细语 则是在最放松的状态下 进行的深度交流 让心灵产生共振 增进彼此的理解和感情 这些内容 不仅适用于情侣之间 更适用于各种人际关系 无论是朋友 亲子 还是职场同事 温柔的话语 细致的小动作 和真诚的交流 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实践的 让我们的关系更为紧密 生活更为美好 最后 我想说 生活中的美好和幸福 往往藏在这些细微的瞬间和细节里 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的分享中获得启发 在自己的生活中 多多使用这些小技巧 为自己和身边的人 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温暖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是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和分享 期待下次的愉快相聚 我是六博士 再见了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